快乐华当98.3 快乐配偶96.7 快乐红虾91.3 快乐台湾 经济武汉 快乐联邦邦 现在时间18点整 轻松聊时事 规邪谈政治 欢迎收听子鱼生活23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子鱼生活234 我是朱祁琳张晓伯 我也是朱祁琳李宇珍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们要来教育这个从没有民主国家来的朋友们 这个民主自由四个字怎么写 哇这个可能要教蛮久的 真的吗 我最有耐心的张晓伯老师超级有耐心 因为今天是怎么说这件事 昨天在差不多昨天晚上七点多的时候 在网路上有大学生高雄的大学生 异守大学的学生 他们在网路上就在那里传 传什么呢 因为台湾很多学校有所谓的交换学生 异守大学也有啦 在他们的宿舍里面有一个香港的学生 因为他在宿舍门口这个门板上面就贴了那个 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 我们在说的叫做连农墙 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连农墙是啥 它就是用这个便利贴 我们一般的办公桌上拿到的那种便利贴 然后贴成那个香港HK的这个形状 然后便利贴丁管都有一些一些 极其香港的这些祝福的话语这样子 它就在这个自己宿舍的门口 当然这个OK嘛这个没有妨碍到人也没有破坏公屋 因为便利贴其实不会撕下来说破坏墙面还是什么的 这是很正常的没什么问题的事情 但是不过呢哇这个不得了了 就引起同一个宿舍另外一个中国籍的同学觉得不爽了 玻璃心就破了 那这个另外一位因为报纸都写陆生 之前其实我和宇珍都有跟大家介绍 我们都称为中国学生不是陆生 没有这个陆生这个字 好那他们呢就是这位中国籍学生呢 名字我就不讲 他就跑到了这个香港学生的宿舍 这个房间门前面就去破坏他的连笼墙 把这个便条纸撕掉 那这个香港学生当然就是有出来跟他说 叫你跟他说你不要把我这个东西破坏嘛 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啊对不对 你怎么这个中国人不懂民主跑来台湾之后 还是展现你不懂民主的那一面咧 那结果这个中国学生不但没有停手 他甚至还去掐这个香港学生的脖子 哇太暴力了吧 对你知道这个是让人很傻眼的事情你知道 然后除了掐这个之外呢 有一天这个香港学生开门的时候 他还竟然在门口拿水泼他 这个中国学生拿水泼这个香港学生 还骂他说他是愤亲 然后甚至根据我们的这个媒体报导 苹果日报的报导 先就跟他说你这个要注意人身安全哦 那这个野蛮的行径 当然就引起香港学生的恐慌以及不满啊 那现在这个甚至因为媒体里面 这个苹果日报就写说 现在有一些港生是人人自为 也有这个自主要互相支援避免落单 因为这个一间不仅是一所大学 全台湾很多学校来的 其实都同时有香港学生跟中国学生嘛 那有时候落单的时候是真的 会比较担心说去这些中国学生 如果是说情绪比较不好控制的 或者是这个劣根性比较强的 可能就被攻击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里面有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被害的港生 他其实有说 他说他外面的那些农牆丁管 其实都没有去攻击中国 大部分都是在说什么 支持香港啊 然后这个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啊 都是用这种鼓励 或者是说提倡别人要注意这件事情 在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攻击中国的 所以说中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哇你只是一个中国的学生 年纪应该都差不多嘛 就是来教换过的 18到22吧 对可是你看他在年纪轻轻就已经 就是如此的霸道 然后这个完全不讲理 然后他看你不爽 他就是认为因为对中国来说他们的教育就是 教育他们中 这个香港跟台湾都是属于中国的啦 所以只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 我觉得就你只是 如果你只是说一时气愤 然后把那些纸条撕下来 那你还可以稍微体谅他们 就因为你知道他们在那个教育之下长大 但是到出手去伤害别人 这件事情就会非常严重了 没错 这个真的很扯 让我们不禁担忧这个中国学生的民主素养 是不是需要重新再学习一遍 而且这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前一阵子不是有很多这个香港人 他们到日本玩的时候都会去写那个 会码 对会码在日本神社里面会提供大家写会码 就你把你的愿望写在上面 然后绑在某一个地方 但是如果有中国的观光客到那时候 他看到他就会气泡泡你知道吗 他就会生气 而且他竟然没品到把那个会码拿下来 然后在地上挖一个坑 然后把会码藏进去 会码是人日本的神社里面 让你许愿的那种吉祥的那种东西 你知道如果许愿的东西 你把别人许愿的东西 把它破坏还是干嘛 你是会衰的 会招来厄运 对啊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好像没有在怕这个 我觉得在中国出生本身就是一种厄运 说的也是说我不幸福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跟我一起不幸福 觉得台湾人蛮幸福 而且他们这个行为 还让日本那边的神社的人员 必须要去再重新把这东西挖出来 然后再重新把它绑上去 然后呢这个中国的观光客 他看到之后他又更生气 他就说你只要再把它挖回来 我还是一样会去把这个东西从上面拆下来 然后找地方把它们藏起来 把它们销毁 到底是什么心理变态啊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感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没有两个理由就是尊重 就是尊重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不存在的 他们就是我想要干嘛就干嘛 那当然就回到我们这个香港学生的这个问题 我们就想要问说那一手大学校 房有没有做出什么样子保护学生 或者是说去阻止这样子的矛盾或冲突 扩大的那个行为 这也是在这件事里面我感觉很抱歉的部分 如果这个让香港的朋友知道 可能也是很不好意思 因为根据媒体报导是说 这群港生啊他们知道说同学被欺负嘛 他们就一群人跑去跟学校说要调这个监视器画面 结果呢校方竟然跟他们说 这个摄影镜头未拍到相关画面啊 然后在这个处理的过程 根据苹果日报的这个披露他们也说 校方处理态度相当的积极 消极 不好意思相当的消极 就没什么想要处理这件事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会怕 在市场这个中国这边的大陆 大陆什么海基会之类的 而且甚至校方说这个是港生啊 先贴这个字条挑起这个双方的对立 所以这个很多的香港学生 他们就感觉到其实学校有点想要息事 您人不想要抓这件事 当然这个我们这边也要平衡报道嘛 这个一所大学的副校长 这个州副校长他就表示说 学校其实上周接到通报的时候 已经有向双方啊 来说明彼此的言论自由 必须互相尊重的立场 那他也说已经将这个动手的中国学生转交这个学务处成这个讲诚会 那对于要港生如果要提告的话也表示尊重 我是觉得就是够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够 这哪有啥这就是攻击啊 你的手已经磕到人的脖子了 那我觉得这是侵犯人生 对啊伤害罪了 而且我觉得他如果真的能在台湾够成功 他其实会确立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跟中国真的是不同的国家 是是是 在台湾不是说你这个你爽然后你去欺负别人 你就不会获得什么法律的制裁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台湾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但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 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呃余真刚 我觉得你刚讲就是说他告下去之后 告下去之后 其实就确认说台湾的台湾是有法治的 我们是不会寻思的 好像中国是我同样的 是是 所以在这里也是感觉说 我觉得异守校方的处理态度 让我不是很ok啦 甚至说我都有去看异守大学界的脸书 听说现在被灌爆 因为他们发表了一篇声明 因为我问你啦 在中国学生去搶香港学生的脖子 这个是暴力攻击嘛 你会说是摩擦吗 不会啊 异守大学的声明说摩擦欸 摩擦什么摩擦地板吗 我感觉很好的 你是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的这个殿堂 结果你做出一个很不良的示范 什么叫摩擦 对啊 而且我觉得他里面有说到一句话 就是说他说是香港的学生先贴了这个东西 然后挑起中国学生敏感的神经 那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嘛 如果以后比如说我们在国际上面 当我们拿出中华民国 对啊现在还是中华民国国旗 当我们拿出中华民国国旗的时候呢 中国人也会敏感神经 要把你抢走 那你看到这个时候都会生气了 你为什么在面对这个留言墙的时候不会生气 而且我们刚刚最前面其实也讲了嘛 就是在那些便利贴上面 根本就没有任何攻击中国的字眼 只是在说香港可以保持自己的主族性 只有这样而已 结果就因为这样子 然后你就要说 你是挑动了中国学生敏感的神经 那现在是怎样 就是他们比较容易生气 比较容易玻璃心 然后大家就要让着他吗 不是这样吗 因为因为那个敏感神经行 这个国家机器一样 动个不停 一直动 很敏感的喔 像香港这些人都这样很玻璃心的 不知道在想什么 所以今天这个台湾基金 因为它是一手大学 发生在高雄的学校 这个台湾基金高雄党部 今天也发表了一篇声明 他们就指出 时间回到2013年5月的时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时候刚接班 他就曾经对中国内部发表了一个文件 这份文件里面说什么呢 中国有七个不能讲 你知道哪七个不能讲吗 第一 普世价值不能讲 哇 所以意思是说 比如说像人权这种普世价值 言论自由这种普世价值不能讲 不能讲 因为中国的普世价值 跟这个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不太一样 好 第二个是新闻自由不要讲 这个非常明显 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中国的新闻 就是这个官媒嘛 他们没有所谓的这个什么民间 或者是说什么独立的报纸 他们全部都是官媒 第三个叫公民社会不要讲 你没有参政的主价 你是这样的意思喔 公民社会 我们都还有一个课程叫做公民社会 他们没有他们只有西思想好不好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公民的概念 他们也没有社会的概念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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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一出时后 他们的未来都是去给白人政治决定嘛 是 我们台湾是一出时后 我们自己要参与没有参与 都是我们的自由嘛 第四点是 刚刚是公民社会不要讲 其实第四点差不多了 第四点是公民权力不要讲 哇这个就真的是 比如说投票权 或者是被选举权 这个是没有的 没有的没有的 那第五点呢 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 比如说大药禁二十好几万人不可以讲 比如说六四杀了很多人 这个不能讲 哇这个非洲猪瘟控制不了也不能讲 你刚刚讲了 我怎么样我不是中国人 好像也对喔 第六点 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 他的意思就是 有钱 那个言情不要说对 有钱是他家的事 你一出时喔 就这个决定你的阶级 对对对对对 啊独飞公你也能用什么样的手段 他不管 反正他不管你嘛 你只要够听话 或者是够顺从这个共产党 他就会让你的阶级可以往上 或者是他如果看你不爽 觉得你好像有反叛他的意思 他就让你阶级往下 他就去做对你做消防检查 嗯嗯嗯 那最后一点是司法独立不要讲 哇 这也没有了喔 对你知道因为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公民社会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要有民主嘛 然后你才能够去执行你的这个法治的社会 所以我觉得 在你还没有变成一个公民的社会之前 你要去讲司法独立 我觉得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对所以这个我也不能说 他们就是说看完这七点 你内心就会觉得蛮感慨的 就这种国家为什么还会有人想要跟他统一呢 你怎么会感慨呢我很庆幸 我感慨的意思就是说 你明明就知道中国就是这样 为什么还有人想要跟中国做会 对 为什么你会想要跟他变成同一个国家的人 你想看看 如果有一天台湾变成是中国的 这七点一样也会用在我们台湾人身上 第一点就是普世价值不要讲 你改天我如果推了你一下 我打了你一巴掌 然后你就跟我讲说怎么可以打我 这个是我什么我要保护了安全 然后就说 不是价值不能讲 你就被抓走了 可能隐私权也没有 我爸爸妈妈的这个身份证制造 什么网路上可能都查得到 对然后比如说什么 新闻自由啊公民社会 我其实看完这七点 如果我们有一天被中国统一的话 我们两个就没办法坐在这里了 对对我们可能会坐在集中营里面 每天子余生活集中营二三四 母汤母汤 OK那我们继续讲 这个台湾基金里面今天就出来表示 他说受到刚刚这个习近平七个不要讲这种输送 小脑的这个中国爱国学生啊 他们出国留学之后 常常就会变成他们在国外协助什么 他们就会去打压这些习近平不喜欢的言论的帮手 就变成他们的帮手 对啊他说这些学生因为他们叫爱国学生嘛 就是说他们自以为正义爱中国的表现 其实就会伤害到民主国家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啊 是是 啊他说其实宇宙我们之前应该有常常在节目上讲这个故事嘛 比如说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你有英雄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小英的母校 是是是是 他有一个地球仪的装置艺术 对对对对 啊这不过因为这个技术 他和这个台湾和中国威作两个不一样的设计 啊结果他们在这个伦敦政经学院里面 很多这个中国留学生抗议啊 嗯嗯 啊抗议后呢这个学校的处理方式 他就说齁 那我们这样啦 不然我们就是维持两边一样不同的颜色 台湾中国不同颜色 嗯 啊但是用一个告示牌例在那边 然后欢迎有不同观点的人喔 来这个进行辩论以及讨论这样子 对对我刚刚真的很好嘛 嗯嗯 校方有解有有那个啊 就是哦我们尊重原本艺术家 他自己的这个概念跟想法 对 那但是我也尊重你们有不同的声音 那你们就来这边辩论嘛 是是是 对我来讲 对于这个好好来讲 就是啊你们两个就不同的国家啊 啊如果你们各自觉得 一方觉得哦这个是属于你的 一方认为我们是一个独立 一方水果茶 那个是共方水果茶 一方 一方是其中一方 对对其中一方 哦那你们两边意见不合理就在那边辩论嘛 反正这又不是 对英国来说也是啊 就是说啊那这是你们 台灣跟中国之间的事情 是 对那我英国可以处理的 就是我给你们一个平台 你们在上面去辩论 对对对对 这行一手大学处理这些事情就不一样 对阿 很哥一手大学处理事情 在這裡有一個迷惑 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你的國家 譬如說台灣的政府好了 你有沒有主張什麼樣子的立場 讓你的下面的政府機關 讓你的學校甚至是民間等等 對 就是你在表態的時候 跟政府中央是一致的立場 我覺得這個就是台灣目前現階段的矛盾 所以說回來 過去有些人在說什麼統獨不重要 其實很重要啊 如果你上面這個最核心的問題 沒有解決的時候 你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大家就是你知道 校長就會覺得說 我正是要說這個還是要說那個 譬如說正現主是高雄市長是韓國禄嗎 他就是比較親中國的 他就希望跟中國統一的 那一所大學校長 比如說小英他就是比較堅定的 他就是拒絕中國這個 一國兩制 對 親門踏戶這樣子 然後那校長在中間 我今天是一個學術單位 我隸屬於高雄市 但是我又一樣都是在台灣的 那我如果講了這個 小英這邊的那個的話 我會不會被韓國瑜市長修理 那我如果講了韓國瑜市長的話 那我會不會被這個中央政府怎麼樣之類 你知道這個就是對於一般的這種學術單位 他們一定要在國家立場 國家主權的這個立場方面 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這樣下面的人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才有一個準則嘛 這有的時候 對啦你這樣說也因為一所大學上一次挺韓國瑜 對啦 你知道所以我後來想要看到他們這個處理方式 我都想說 嗯這個是不是跟韓國瑜學的 啊當然一所最近藝聯集團 因為一所大學其實就是藝聯集團的開的這個學校嘛 對 最近也有些爭議啊 譬如說他們在大順路頂端 不想說可以有一個白貨公司 對對 異想天地 對啊旁邊其實有一些就是已經很久的樹啦 喔對 他們就對這個就直接把它挖掉了 這當然是第一點啊 第二點是最近這個這個 這個異想天地好像有在抗議 意思就是說啊怎麼輕鬼沒有到他們那邊 嗯但是在原本剛好市政府的規劃 輕鬼是有到那邊了 啊不過不好意思喔 這個韓國瑜高雄市政府 在這個集團的時候就說 啊這個輕鬼這邊有爭議啊 我們就暫時放著 是啊 對 這這很奇怪嘛 他一條路頂端有遠雄的 有義大的 有那個新復發的 三個都是購物中心 結果韓國瑜集團之後 他這三個還沒開 那時候還沒開 韓國瑜集團就說輕鬼改善 我也不知道你們這三個的老闆是怎麼不敢跟他講他 對啊 你想想看如果你沒有辦法這樣做的話 你下一步你就是要想說你的停車位要怎麼辦嘛 是啊 人要怎麼過嘛 對啊啊你一旦出現這個 比如說那觀光課怎麼辦 你怎麼讓他們在高雄的時候可以到你 人潮可以吸引過去 是是是 所以 以上喔 最後一分鐘準備進攻過 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收尾 這個台灣基金的這片文章裡面 最初他就說一句 我覺得這個很有霸氣的 是 他就說喔 我們也是歡迎全世界各地的這個朋友 來到台灣來討論啦 我們樂意跟大家分享台灣的民主價值 但是呢 這名這名這個出手 講幾百人的這個中國愛國學生喔 就明顯在這個學習民主這件事上面學習不足啦 所以喔 這個台灣基金就在這邊呼籲喔 如果對於民主的核心價值 你有任何不懂的喔 我們也是可以來幫你教一下 可以教你喔 教你喔 可是跟這個教育局長在那邊說教訓是不一樣的 嘿嘿要教你啦 因為我覺得這都是很好 你也是要學習民主啊對不對 我們也是希望說可以 如果更多的這個外國學生 能夠製造台灣的民主生活方式 欸其實世界也會變更好啊 嗯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我們在這裡先進一集的講過 講過之後我們繼續回來 世俗都變 人生無償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需要 身體在煩惱 所有的煩惱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張分享文 我們如果要睡真正 會用讓我們自己的完全在煩惱 周深 我們的心愛會更比較平靜 免費給你結婚 空氣三三五 數理三三 哦 小朋友 別客氣 五歲以下的小孩 不管自己還是家人帶 每個月補助2500元 如果是念準公用 每個月也只要繳4500元 不到兩歲的小孩 給準公托保母帶 每個月補助6000元 講太多急不住啦 打1957問就會最清楚 另外 為了小朋友的安全 老舊娃娃車換新車 每輛最高30萬元的補助喔 以上廣告由行政院教育部 衛福部提供 親愛的爸爸媽媽 女兒子出社會打拼 有時是比較辛苦 好感到 有政府給我做口罩 出外出 租金補助最高5000元 全公共幼兒園 小孩子每個月最多4000元 今年已經大減歲 明年制度優化 會成功更多喔 生活比較輕鬆 請你不用擔心 要把身體更好喔 讓蔡英文繼續拼 替我們購處購台灣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最快自由的地方 快樂愛台灣 誰有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誰有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報夢 歡迎回來子瑜生活234這部時間 我是主持林張曉博 我也是主持林林宇貞 剛剛上一節跟我們聽眾朋友聊到說 在義守大學裡面 這個今年有中國學生為著 這個因為他很不舒服 旁邊的這個香港學生 支持香港的這個一些行動 就快樂打了 給他敲 潑水 還掐他的脖子 其實齁在中國啊 你知道雨昇在中國 其實也是有類似這樣子的學生 不過這種是有給配的 中國那個是領薪水的 他們叫做信息源 信封的信啊 休息就是信息源啊 他們就叫做 這就是中國的這種職業學生 那實際上有領薪 會向官方通風報信 然後會監視老師 監視同學的這種合法的料 就叫做賣了 哇 這聽起來就跟前前國民黨 黨國時期的時候一樣 比如說著名的就是這個 前總統馬英九 還有前台中市長胡志強 嘿嘿嘿就是這些人啊 因為差不多在今年這個三月份的時候 北京 這個是一個中國 發生在中國的故事 北京清華大學有一個教書 叫許章論 因為他在上課的時間 說一些話 然後得罪中國官方而遭到停止 過幾天之後 連重慶大學的副教授 就是唐雲 他也因為發表損害國家的言論 而遭到撤換教師的資格 那到底為什麼這些人會突然 即就是一些教授 在很密集的時間內 突然好幾個人都被撤銷教授的資格 結果原因啊 竟然是因為這些 他們的學生裡面 有中國官方的這種料白在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唐雲教授 重慶大學這個教授 他在失去這個教師的資格之後 他就在網路上發表了一篇這個文章 他就講說 這是我的講台啊 33年後我第一道離開 但是我的學生他們都不是猶大 你知道猶大是什麼嗎 這個耶穌的門徒 對耶穌的十三門徒裡面 當時耶穌要去訂在十字架上面的時候 有一個就是這個猶大跟他翻白了 這個唐雲教授 他寫這個文章裡面寫到猶大 就讓很多人懷疑說 這樣有可能就是 對 跟亞蘇一樣 他的門徒裡面可能有一個是猶大跟他翻白 跟他吹賣就對了 所以說這個中共的信息源 其實真的在中國這個國家裡面 是真的有這種情形 那我們現在不知道說 一手大學這個學生到底是 純粹愛國學生還是他真的有什麼樣的行為 但是這個東西也要跟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說 他有兩種啦 一種是有娘子的 一種是沒娘子的 但是我覺得兩種都很恐怖 是 不過之前喔 這個我記得是加拿大還是德國 就是有一個突破的學生 加拿大 對 當選了這個加拿大那邊學校的學生會長 結果那些中國的學生就很熟悉 還跟那個學校那邊抗議 然後據說呢 這些學生的行為啊 都是經過中國的這個外交部那邊的授權喔 所以說其實那時候就有很多 這個民主國家的議員說 這些學生是職業學生 他們是不是來收集這邊的資料 然後甚至說他們去做了一個這個 民主次制的這個輸出啊 為什麼叫民主次制 意思就是說 這個突破的學生 他是透過民主的選舉 算出來的嘛 不過這中國人就覺得玻璃心碎 就很生氣然後去抗議 可是這個是一個民主的過程啊 你怎麼可以因為 你們自己國家內部的一些立場不同 然後就去推翻這個外國的民主選舉的結果 所以說到最後就覺得說 就真的他們目前在做的所有 中國在做的所有事情 就是之前這個中國國民黨在做的事情 是的 對 因為政局也是有人說 因為在早期我們台灣的民主前輩 因為有可能讓人抓了他就走去美國嘛 因為你沒辦法嘛 你如果不逃的話就是死路一條 就死心了 你出去了之後你一定會想盡辦法 想要再回來幫助台灣 想起說是有些人 有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是一樣走去美國 就會救援啊 就是說支印這樣子 結果後來就被發現說 有人都在默默的監控這些人 而那些人是過去這個中國國民黨 所送出去的學生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馬英九跟胡志祥 其實都是有這樣子的過去 是啊 所以說看到這些事情 我都認為剛才與政府說的民主赤字嘛 那就是跟聽那種朋友解釋一下 這個赤字齁就很像你去那個身體健康檢查 你若是脂肪肝沒問題 你若是脂肪酸鞋什麼沒問題 都是黑痴嘛 你若是說有些問題就變成紅痴紅痴的痴 所以說我這個中國其中習近平思想 就很像人類世界的這個癌細胞 你那個健康檢查單 你這個民主沒問題 黑痴 言論自由沒問題 黑痴 到了中國的時候紅痴一片 全部都紅的 這就是民主赤字的由來 剛剛是健康的角度 如果是以財經的角度 你本來想說你的公司已經規劃了預算 今年會賺多少錢 結果這個中國一家姐來了 啪 全部變富的 全部變紅 所以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其實都蠻害怕中國的留學生的 因為他們真的不只說 譬如說不只是說我們大陸有說到的 這個英國的這個政經學院的這個地球儀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我們剛剛分享 加拿大 就是透過選舉制度選出了一個突博學生來當他們學生會長 結果中國人還在那邊抗議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他們到了美國的土地 然後就指著這個地方說 這是雜門陳吉思汗的土地啊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之前一樣也是在澳洲 我記得一樣在學校裡面 然後就是香港的學生在那邊呼籲 這個國外大家要一起來關心香港這個事件 結果中國的學生就遭到那裡 就是暴力相向 然後甚至在那邊唱中國的國歌 結果就引起澳洲的學生不滿 你知道原本是香港想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嗎 當時大家可能想說我們多少關心一下 結果中國就一旦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澳洲人就會覺得 啊是怎樣 這邊是澳洲耶 這邊是我們的國家 對啊 你知道我的國家 對啊 你知道我的國家做這些事情到底是怎樣 是 所以這真的是這個惡名傳遍全世界 真的是很誇張 不過這個聊到這邊啊 我想說其實也可以介紹一下 當如果台灣遇到一些這種從中國來的這種 真的是收受中國的資金 然後來到台灣破壞民主 然後破壞我們的主權破壞 破壞我們的政治環境的這些人 我們是不是會有看到 有一個方法來防止他們的行為呢 今天其實台灣基進跟這個民主進步動的 我們這個油美女委員啊 其實就在這個李煥宜裡面 中心就照開一個記者會 公佈這個我們兩黨 這個台灣基進黨跟民主進步黨 核推的一個法案 叫做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 當然這個名稱是一個新的名稱 正前其實就是我們這個王航余 常常在節目說到的這個外國勢力干預法 也就是這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案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他的精神 就是說買這些外國收受中國資金 還是其他第三方資金的這些外國代理人 能夠讓他攤在陽光下 能夠被這個民眾知道 就像你去蔡西亞買機能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這是中國機能 我不要買 沒有啦 不要買是我說的 但是你也知道我不要買嘛 是 OK 先跟大家介紹一個這個草案裡面 大概是在說什麼 這個草案就是說 法務部認為在我國境內活動 這是比較複雜 自然人法人跟非法人團體 只要你跟境外勢力 不管你是中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是英國 法國 美國 中國 從府 這個你有意圖來影響台灣的選舉 公投 政策 還有政黨運作 以及通訊傳播 就是假新聞的部分 你只要有這些相關的話 你就必須要登記為境外勢力的代理人 嗯 而且呢 如果法務部發現你是代理人 他通知你之後 你要在兩個禮拜之內完成登記 你定期一到有效期限是三年 那如果你沒有登記 或者是你沒有正常的理由 你去規避或者是妨礙拒絕 法務部調查的話 那他就會儲於這個10萬元以上 50萬以下的罰款 而且可以連續罰 哦 在這個部分就是會痛 連續罰就是會痛了 對對對 而且他這個草案還有規定到刑罰的部分 因為過去常常有人在說 如果只有登記那有什麼用 反正登記他們可以繼續做 所以有刑罰的部分呢 就是申報義務人需要提供這個虛偽不實的資料 然後如果以其他方式呢 這個登載不實 或者說 而這樣的登載不實 足以損害公眾或他人的話 就會處三年以下有期突刑 拘役或者是新台幣50萬元以下的罰金 譬如說記得蔡衍明好了 他可能登記不實 然後他又做了這個 這個傷害台灣新聞媒體自由的這樣的事情 那就可以對他就是開始來看說 你是不是真的有這樣子的行為 那如果有的話是可以判他三年以下有期突刑 沒有錯 所以他在這個罰錢以及刑罰的這個部分都有 那這邊還是要跟聽眾朋友來澄清 澄清一個重要的觀念 這個罰金的部分 因為一定會有一些人 會有一些故意來亂的這些其他的政黨 故意說你這也不會痛50萬 為什麼太少要2000萬 這樣才會痛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個企業或者是公司行號在政府的罰款方面 他是要讓他改進 我們設立罰款是要讓公司有機會去改善 而不是一次讓他倒 如果一次要讓他倒 我們就不用罰款 我們直接要求他關閉就好了 所以罰金的這個部份經常都會有一些媒體操作 或是一些有的沒調過他要向民進黨優惠卡的人 在那裡說什麼民進黨的罰款 太少了 但是你如果是有一個關鍵 罰款是要讓你改善 那如果說一間公司他其實是 好好沒有 根本就是沒有行中 又有的沒有的 但是他不小心申報錯誤 那你一家要讓他倒嗎 不可能嗎 我們也是要讓他有一個改善的這個空間 所以連續罰 這個才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不然如果是說你只要讓他關閉 如果是每年國民黨說快樂聯邦要關閉 所以你不可能通過這種很荒謬 很直接的這種很強力的法令 我覺得這都是不好的觀念 而且這個法案裡面有一個重點 就是如果有這樣子的行為 你不可能透過一個法律 然後就是完全的來把這些東西含在裡面 所以說這個代理人法 他其實比較像是這個事前預防的步驟 那後面的這個事後懲處 其實就是我們的這個國安法 我們在這個之前的節目上面 其實也介紹很多 說我們的這個國安法 其實在今年到今年 其實有修改了很多的法條 也加重了很多 比如說一旦抓到說你其實是這個退將好了 你跑到中國去 然後聽命於中國 或是你泄密的話 抱歉你的退休金是會這個要回來的 而且甚至你可能會被判刑 所以說其實是要兩個法律 是說兩三個甚至五六個法律 搭配在一起去做審判的 所以要推出這個法律 其實你必須要先去了解很多中華民國 目前原本就有的一些國安相關的法律 跟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 有了之後你才可以來推薦這個透明法 那個才能夠互相搭配 如果有人跟你說一套法律可以處理所有的問題 我告訴你這絕對是詐騙集團 這絕對是要有後面的 而且這有一個恐怖的地方 就是如果是一套法律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寒刮在裡面 那其實也會有這個擴權的問題 所以說在這裡也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我們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如果是民主法治的國家 如果要去定別人的罪 你其實就要透過很多各方面 這樣比較齊全也不會說變成說有誣陷 或者說不小心這個去關到 或者去罰到無辜的人 所以說有些人也是一樣在網路上面說 這套法律有可能作成我們的台商 可能會怕說這個他只是說去中國打拼 然後結果就被被誣陷成為他是什麼中國代理人 所以說在這裡也要跟大家做一個澄清 不是說你的身份是台商你就會被那個 而是你的你身為台商 你的行為有沒有觸犯到這條法律的界限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這個這個草案的草擬人何成輝 他其實有面對這個直接來回應 因為回答這個其實就是國民黨那邊的質疑 他的回答是什麼 他就說侵害台商還是侵害言論自由 都是純屬不必要的預測 他說什麼他說 這個台灣基金版本的草案當中 白紙黑字排除了純商業行為 大家要注意喔 是排除純商業行為 如果你真的到中國那裡有些生意的來往 假設你的東西要賣到中國那他這個付錢給你 然後你把東西賣給他 這樣子你其實就不會受到這條法律的這個干涉 那如果是這個 因為台商跟台幹在中國經商就業 如果沒有任何實質影響台灣政治的行為 那就不在外國代言法所規範的範圍 當然啊 你不去影響台灣我先把你罰的 而且依據這個法案 這個代理人也不會受到實質的言論審查 所謂這個台商的疑慮或者是違反自由 其實都是無謂的泥巴戰 所以說在藏其實珍珠奶茶事件就是這樣 就是一開會國民黨那邊就佔據了主席台 他們就是不想讓這個法律通過 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他們這些人有可能都是中國代理人 所以他們才害怕說 怎麼辦如果過了的話 他要事先去登記嘛 那你一旦去登記了之後 好後面可能法務部一看就發現說 你這個行為不單純喔 我要開始來查 因為法務部有主動調查權 可是如果是國安局就不一樣 所以說基特劃入的主管機關是法務部 法務部有主動調查權的時候 他就會來看 假設你是這個退休的這個將 就是退休的將領 你去了中國做了什麼事情 你的行為是什麼 你有沒有可能觸犯到國安法的哪一條 等等 那你如果是台商 你如果去了中國啊 除了做生意之外 你又做了其他的事情 你有沒有可能觸犯了營業機密法等等 所以說今天其實在記者會裡面有做一個澄清 還有就是這個台灣基進 他這個台北東部有一個租林叫林佑銘 今天其實也有來講 因為這個記者會大家都有這個發言 大家都有這個傷口發言 不是啦 大家都有出來講話 那這個他就說台灣基進版本的這個 境外勢力影響滲透法呢 有三個特點 首先第一個符合公平原則 就是說將來自境外 就是說太空金馬境外的這個勢力干預一視同仁 所以他不是一個占對中國人的法律 因為他也是要預防說 因為今天穿全球法 你怎麼會知道中國一個公司 要感謝台灣的新聞自由的時候 他不會為這個馬來西亞來 還是他跑去新加坡在公司設立那裡 如果你今天這條法不是尊對中國的時候 他為馬來西亞來的攻擊要怎麼處理 所以說這個境外的意思就是 全世界只要你是為外國尊對台灣的攻擊 都可以規範 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明確定義 法案內容非常清楚的定義代理關係跟登記程序 所以沒有行政機關可以上下起手的空間 第三就是強調代理人的資訊要有揭露義務 而且賦予這個法務部司法警察主動調查權 大家有印象前一陣子 不管藍綠都在罵 就是說這個國安局其實大有問題 很多的問題 所以說這條法律大家可以放心 就是說他不是把這個管理交給這個 還有整頓階段的這個國安局 他是交給這個法務部還有調查局這個部分 主則機關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可以 讓減少中間很多不必要的大家民眾 就不放心的部分 其實大家都可以讓他放心 主要是因為總統可以直接指揮國安局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疑慮 那我們來看目前的立委 油美女就民進黨立委 因為這是民進黨跟這個台灣基金共同合推 那這個立委他說什麼 他說台灣必須要去防範中國 透過各種代理人 或者是說迂迴的管道 比如說剛剛小博說的 有可能這些資金是透過 比如說新加坡或是從哪裡來的 要透過這些就是迂迴的管道 然後資金的介入來影響選舉或是公投 那這個草案有些人會說 你只知道他登記而已 你就會讓他從違法變成合法 其實不是 他說這個草案不是要讓中國的政治活動 登記完了之後就可以變成合法 因為你如果一登記完 只要是違法的 那原本的這個選霸法 或者是政治獻金法裡面都有相關的規定 所以這個草案其實是 讓法務部可以去啟動這個調查 那我去收集你這個證據 那一旦我發現你真的有違反選霸法 跟這個政治獻金法的時候 我就可以定你的罪了 是是是 那也是侯選霸法跟政治獻金法配合的法論 它也不是說一個透明法解決所有問題 這不可能啦 大家要有一個很基本的認知 沒有任何一套法律可以解決全台灣人的問題 好嗎 那不然法律系就全部都讀一樣的書 好啦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選一個公告 稍後睡一會 白天請開頭燈 轉彎請打方向燈 以上廣告由高市府新聞局 及交通部大委會提供 師父 老豬不行啦 八戒 只要保持恒心毅力 一定可以到達天竺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師父 哎呀 師父 你的馬 大師兄 師父別怕 我們有全球租車 喔 是何道理 全球租車提供商務接送 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 還有照車 旅車 休旅車 大巴 中巴 小巴 絕對比師父的馬兒還要厲害 喔 有全球租車 到西方取經 也不難 全球租車公司 07-831-9037 831-9037 快樂電報網 快樂狗狗賓 97.5 快樂昆家南 92.3 快樂大台中 89.5 快樂大台北 89.3 快樂華東 98.3 快樂佩鵝 96.7 快樂紅蝦 91.3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電報網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電報網 歡迎回來子瑜生活234這部時間 我是朱祁琳張曉博 我也是朱祁琳李宇珍 各位觀眾 好啦我知道大家都一直說我們節目都不聊 蔡英文的畢業證書 我都有聽到 我都有聽到 大家的聲音我都聽到了 好不好 我們來聊蔡英文的畢業證書 好來來來來 之前不想聊其實是因為那個東西就是很朴朔迷離 然後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因為之前其實這個不管是外使館 還是這個倫敦政經學院 其實他們都已經有來證實這個畢業證書的存在性 我女公聊這件事情會讓這個造成國民黨有見縫插針的機會 所以我們其實不是很想在節目上談這件事情 不是對我來說這就是已成定局的事實 啊就是人家那個畢業的學校都已經出來說 啊就是真的啊 那個到底還想怎樣 到底想怎樣 不過今天為什麼要聊呢 是因為有一個叫黑音計畫的這個價位 你敢有聽過 是這個在電影音的有可能 就是資深記憶體 這什麼巴勒斯塔是最最弱 Mission impossible 不是Mission impossible 黑音計畫是另外一個 Black Eagle 當然今天講的不是這個電影 黑音計畫這個音是小音的音啊 原來是因為我們這個ET Today新聞雲 他們獨家取得了一份這個9月11號 郭民黨的這個中相會裡面流出來的一個會議紀錄 原來這個中常會裡面不只罵郭台銘 還計畫要黑蔡英文 不過這個計畫出來的時候 原來他們在會議裡面有不同的聲音 有人主張要繼續黑 有人主張說不要啦最好是不要 我覺得這個會出事 到底是怎樣呢 原來金記記的會議紀錄來表示 郭龍斌他就出來講 他說這個 他說根據他在教育部的工作經驗告訴他 當年的學歷查核其實是很嚴謹的 所以他說這個他有點在透露說 我們繼續打這個事情可能會出事 因為蔡英文的學歷很可能是真的 然後這個國民黨團幹部這個曾明忠 他也表示說那不然這樣啦 我們就是在立法院這順的時候 我們就要求蘇貞昌公佈論文 你不覺得很 我看到這個時候其實有點生氣 我為什麼說今天要來討論 其實就是因為國民黨裡面有一份 這個他們黨內的公文被流出來 就是說要去打蔡英文的這件事情 然後就要求說這個在立委質詢的時候 然後要請蘇貞昌公佈蔡英文的這個畢業證書 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浪費台灣人民的納稅錢 這個我們選民意代表出來 是為了要來處理國家的大事 除非你們今天認為蔡英文的畢業證書是真的還假的 這個攸關到全台灣2300萬人的民生也好 然後國家政策也好 兩岸政策也好 你們認為是這樣嗎 我沒有認為啊 我真的覺得齁 你知道為什麼要有人出來爆料嗎 因為這個爆料的藍營人士 這個國民黨的人他認為說 實在是不應該繼續打蔽英文這件事 所以他就出來把媒體爆料 因為這個爆料人士他就在這個新聞裡面說 他說他其實很擔心什麼事情 因為前陣子這個台大教授賀德芬啊 還有這個彭文正這些人 其實都有針對論文來做出質疑 這個國民黨的人他就突然向媒體說 他認為賀德芬跟彭文正兩個人 沒有這個社會公信力 因為包括這個英國這邊的學校 包括教育部 包括這個蔡英文 他也記得之前這個室友這些人 都已經證實蔡英文的學歷是真的 那這個國民黨的人就認為說 我們如果是國民黨 繼續向這裡沒有社會公信力的人 對這個政黨的傾向是重大傷害 那我覺得重點是下一句最好笑 他下一句說 因為國民黨之前宇昌案的抹黑形象 已經升職人性 哇他們終於承認自己在抹黑 我覺得這句超好笑 他自己承認自己在抹黑喔 他說齁 如果國民黨繼續用這種逆向操作 對於未來的選情恐怕是不ok的啦 然後這個人士他就表示說 因為之前陳學生就已經在 向教育部查詢蔡英文的學歷嘛 那這個不管是博士資格 還是這個深等著作 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齁這個他的學歷其實不會有什麼造假的問題 那所以他就說 如果我們順著彭文正這些人的操作模式 繼續來做操作的話齁 有可能會出問題 可能會有反作用力 他們不想玩啦 對這真的齁齁 終於他們有人清醒一點了 可能只有一個 現在都 而且我覺得現在的這個年代齁 大家都會去查 像是說有些在英國留學的學生 有可能去英國政經學院去看說 到底有沒有看到蔡英文的論文嗎 事實上也已經確定說有人去查證 他們真的有翻到蔡英文的論文 到底這件事情還要炒多久 真的有夠浪費這個社會資源的 然後重點是他們還想要 還想要透過公文 然後叫他們黨內的委員立委 然後在質詢的時候可以討論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就是你知道 就是驗證了一句話 說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 真的耶 我感覺齁 不知道要怎麼說 認為說很疲勞 因為真的浪費社會資源 真的耶 所以又說到另外一個就是 除了說這個我們已經知道說 國民黨過去一直以來都是 他們只要看別人怎麼樣 他們就要抹黑別人 那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什麼 就是只要是跟本土的文化有關的 他們也想要來打壓啦 當然除了我們前日說的這個大港開唱之外 最近有一個電影要上映了 明天晚上 對這個很緊張啊刺激啊 他這個這部電影 他其實是改編於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就叫做返校 返校 對 返校這個故事 其實是在說過期這個白色恐怖的這個時期 在學校裡面有人都會看這些比較民主的書籍啊 或者是說這個這個先進國家的書籍啊 甚至說當時其實就叫做禁書啦 任何這個內容可能會去顛覆國民黨政權的 或者是說像這個跟中國當時跟中國現在一樣 你可能批評到國民黨的 你有可能都被列為禁書 那你當被列為禁書 你不知道說旁邊有可能你的同學 有可能張曉波就是廖伯啊 就把你減記 對 就把我減記了 有可能就不能抓去 就沒去啊 就不見了 可能過幾天之後 就沒消多快了 對 屍體就突然出現齁 所以齁 這個明天就要來上映的這個返校喔 他因為取材於白色恐怖的歷史嘛 所以就有韓粉出來喔 你們真的是齁 韓粉處處可見 每天都有你的新聞齁 韓粉就急著出來喊齁 說這個返校是 這部電影是政治操作啊 然後就急著說要出來做抵制齁 這是怕你的新聞齁 十個韓粉九個藍 一個特別藍 所以我們就來看說他到底是怎樣 是什麼事情 因為這個返校齁 他到底有說他是全球暢銷國產的恐怖推理 聽起來是全世界賣到第一名 暫緊是在排行榜第一名 美國人都在玩的這個遊戏喔 是 而且美國人齁 我看那個實境轉播 有的美國人也是玩到這個 大顆刮小顆刮 是是是 他正式上映的期間齁 其實有舉辦多場的這個特映會 然後都廣受好評齁 因為他是用這個白色恐怖 當作背景的這個電影內容嘛 然後又加上戒嚴時期的這個時空背景 是是是 然後加上一些比較血淋淋的畫面 因為他算是驚悚的恐怖片 對 所以就引起討論齁 然後呢 在預告片當中喔 就是現在是預告片的內容 就韓粉看完預告片 就開始喊說這這次操作 那預告片內容到底是什麼齁 就是在升旗典禮的時候 高中升旗聚操場 然後走廊上突然有老師被憲兵押走 然後高喊國家殺人 是是是 然後震撼橋段讓人印象深刻 沒想到呢 韓粉竟然對這個提出意義 大喊說這是政治操作到影視權 然後還說會讓年輕人有錯誤的觀念 然後仇視中華民國 不好意思在這裡要說一下 不是仇視中華民國 是國民黨 因為我們都知道當時是國民黨所下令做的這些事情 因此韓粉他們就高喊說要來抵制 然後也有韓粉說這是刻意醜化史實 要藉此洗腦思想還沒定型的年輕人 然後只說這是非正確的引導 這個最不政治操作的片 可能就是去報導這個中華民國的退將 跑到中國唱國歌 這個最符合歷史的事實 或者是報導這個中華民國高雄市市長 跑去中聯辦跟人家握手 這個也是符合歷史的事實 這個絕對沒有政治操作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裡面還有一個 我看到一個端倪是這樣子 他說要藉此洗腦思想還沒定型的年輕人 其實我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就是韓粉他們的思想已經定型了 其實對正現主持的社會 是說現在的這個世界來說 你是每天都必須要學習的 你要想辦法想說 我過去講過那裡是不是有 這個有可能有歧視在裡面 是因為我不知道別人的立場是什麼 我歷史的過程當中 可能我還沒有學習到那一塊 所以我在發言的時候說出了對他們來說 這個不怎麼恰當的這個言辭 沒錯 這個其實你知道韓粉目前的狀態 就跟我們在第一節節目的時候 有提到的香港學生就是有87分項 有87分項 對真的 就是各種 我覺得他們有時候就是像中國學生 為什麼會去霸凌那個香港學生 他也是認為說 反送中是國恥 家醜不可外揚 這韓粉也是因為他們其實都很清楚 國民黨以前就是白色恐怖就是垃圾 可是他們就是覺得說 這個不可以被別人知道 想要掩蓋真相 對 就像中國人去日本 會把那個許願的匯碼 把它埋起來一樣 掩蓋真相 真的哇這個真的就是中國性 是真的是烈根性 真的是一個就是中國的代表 對啊 有人說返校 有人在留言區說返校卡寒 哈哈哈哈 這個這個有這個有 這個有中到 對你知道返校其實蠻期待 我本身是非常害怕看恐怖片的 我也是 但是明天還是要這個 我們明晚8點要去看返校 我們要來體驗一下 因為對於我跟曉波來說 我們知道的都已經是歷史了 就是我們看書 或是看一些這個歷史的片段 或者是訪談 去了解白色恐怖那個時候 到底是怎麼樣 他對我來說這個其實是很期待的 因為你是透過台灣的電影 國產的電影 然後來開始把過去那段時間 當作是你的素材 比如說韓國好啊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其實也是一樣的啊 還有這個1987其實也是一樣的 華麗的假期 華麗的假期 裡面都是過去這個 韓國在威權時期的時候 人民遭受不公不義 他們如何透過他們團結的方式 然後去推翻這樣不公不義的事情 其實變成電影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方式啊 韓粉不是很不喜歡輸給韓國嗎 那我們在本土片這種民主的歷史片 我們應該也要贏他們才對啊 對啊 作為一個韓粉 你如果是投影韓國 你就應該要支持台灣的溫透皮 要超過韓國 對啊你就可以說韓國瑜超越韓國了 高雄市政府應該要大力補助好不好 拜託喔 我都幫你想好啊 你的文化政策 大型的 好啦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齁 大家聽眾朋友晚安 掰掰 掰掰